讲到讲话的拿捏 有媒体报道呢 曾任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重要幕僚的清大副教授姚仁多 说出了台独建国 已经没有市场引起争议 包括蔡英文 谢长廷等人都出面还家 而姚仁多她本人则是澄清 民进党两岸论述有困境 但是不代表要投降 媒体的报道是断章取义 媒体报道 曾任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重要幕僚的清大副教授姚仁多 在一场研讨会上直言 台独建国已经没有市场 让外界解读是否替蔡英文的 两岸论述投石问路 蔡英文不多做回应 那姚仁多教授也是帮忙我的人 那帮忙我的人 其实他们有很多人 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们的最大的公业数 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 足全独立的国家 那我们应该争取更多的国家 来支持我们这个立场 姚仁多24号接受电话访问时 陈欣是以学者身份发言 跟蔡英文没有关系 他也同时批评媒体报导断章取义 再次为自己的言论说清楚 讲明白 姚仁多强调台独建国 现在没有市场 不代表未来没有市场 必须强化台独建国论述 不是直接像一个中国 九二共事投降 台独论述为有主权人权 台湾能赚钱 活得有尊严 活得像一个有国家的人 大陆没有民主化以前 没有政治谈判的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民进党 能够包容更多的意见 与时俱进 能够执政 那不要在这个议题上 被变演化 30的市场在市场 50的市场是一个市场 60的市场是一个市场 不是说零跟100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是认为 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国家 只是还没有变成正常国家 民进党应该要 进行推动国家正常化 民进党两岸政策 始终没有具体方案 除了姚仁多提出 台独建国的论述之外 更有党内青壮派酝酿 要在五月底全代会抛出 两岸新宣言 不过串联者之一 小英基金会社会力发展 中心主任杨长正 却很低调 无论是学者建言 甚至是中生代串联 党内声浪四起 试图打破民进党两岸论述困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